南京在历史上很多年都是中国绿化最好的城市 他那些树二十年代 孙中山先生安葬在南京的时候 好多主干道上的树都是那会儿留下来的 所以在南京要有哪个人市长修炉挖树 这件事情在别的城市老百姓也不喜欢 但是在南京你要干这个事 那幸福 对那就不得了的就是大事 南京这个城市我也挺喜欢的 在中国算二线城市吧 在南京还挺适合生活的 对 他一旁边的人就想插我们 他就想 就不让他插 这些不守规律的东西就不让他插 这个就是大家的守规律 你该上哪上哪 好像是个米司机 有些是个女的让他插一下就算了 其实有人刚才那么细节就有人说 你让他一下有什么关系 两把钟的时候 我说我一点都不是说我要抢这两把钟 他应该示意一下我觉得 第一你应该示意一下 第二如果每个人都在路上 不守规矩到时候你让他一下 我忘记 昨天时候会让我吗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话 那好不了了 同意 我觉得他还挺 挺不在意是谁的 就没有一般人会觉得 我这时候我可能要稍微注意点 别让人看到我是孟非 我这还按喇叭不好 他不太在意这一点挺好的 说明他活得挺自在的 你看右手边 江边开 这两楼都是吗 你在几层吗 13层 我经常看到微博上有人 爱他我 要到南京来 我还路过这 你看 看到江苏卫视的标准 说哇 这就是孟爷爷工作的地方 谁叫起来的 孟爷爷 我们同事 我39岁比他们叫孟爷爷 更疯了 现在我们路过这条路 是南京的主干道之一 我闺女以前在这上学 我经常开车就在这接的 接送来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们现在去的方向 就是在往中山林景区子 中山林啊 它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全中国 你记住 全中国 只有这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是在市区 市区主城区里边的 人家都在郊区外边好远 这个南京的这个 是在市区里边 这也是我每天回家的 必经之力 这个墙 这个墙 就是著名的 六百年的明城墙 伪装有首诗啊 江雨飞飞江草旗 六朝如梦鸟空蹄 无情最损 台城流 台城 这儿 这你回家的必经之路 挺大的 每天从森林公园进去 想象这是我们家 私家的那个 私家的那个公物 你完全可以 你完全可以 自己这样陶醉 对 这是我回家 回家的一个 就进入我们家私家的路了 要这么想 要当皇上 对 你看看每天开车上下班 在这样的地方走 你看你的心情 下点雨 下点雪 感觉真不一样 你看 露眼 难怪你气质这么好的 就这么培养出来的 有多奢侈 有多奢侈 琵琶湖这是 这真的太奢侈了 我跟你说 这个 你看上面这个树的树叶的密度 下个雨 两分钟下不到地上 真的 这个就是这样 树林英译 名声上下 这个感觉 在前面就是 明孝林 每天其实有的时候 很多心烦的时候 你开着开着 开到这个里边 就说 好舒服 所以我 我绝对不愿意搬家 我就住它 他们说 你这个小区 还很一般 又不是什么豪宅什么 我不 我就当时很好 不不不 我就住它 这个小区 不是什么豪宅 我就住它 我就当时很好 绝对绝对 搬家 不久之后 南京暴雨 孟非居住小区北烟 坐困仇城 等待救援 Help me 看看这条路 这美的简直不像话 这树真好看 这条路已经把我给 深深的震撼到了 真的 你以前干过导游 怎么着 我觉得你特专业 想起来 别别 特专业 我说你干过导游吗 难道 因为他这一路 带着我走 都是特别好看的 那个 就 郁郁葱葱的 林荫道 特别美 他还是挺 为南京这个城市 很骄傲 很自豪 很得意 南京只要有 有国家元首来 这个地方 一定会来的 很多人啊 结婚 穿着婚纱 到街上来拍 我告诉你 那条街 得好看成什么样 你当年在这 拍过婚纱照 我哪有这么浪漫 我这也是 没什么情绪 没什么趣味的人 太好了 我就 因为我也这样 我很怕谁 特有情绪 移动了什么 一个下午 在什么湖边上 听一听什么什么 谁的音乐 泡着一杯什么什么 多少年的普尔 翻开一本 谁谁谁的书 就是会被人骂的 去死吧 我就想 我 动点猪头肉 叫几个胡蹦狗友 就着猪头肉 喝点老酒 特别快 这个就是我的人生 说的都是各种 男女关系 那种 特别开心 你们谁手机 给我打一下 那个是我 你们出来了 我忘记 我忘记打电话了 现在我已经在 中山灵里头了 已经到了是吧 我妈就到了 我有几分钟就到了 我手机在另外一个 车上忘记来 好 我知道 很快就到了 感谢观看